第七百四十集 能破空而来 已是原因水准 那一声爆喝更不是单纯的以利压人 明显还是一种克制压制战役的神通 由此就不难知道 这新来的鸣鼓天人 不仅实力高超 也不似下方的那些全无灵智 与野兽无异 不过片刻的功夫 下方鸣鼓天人刚刚转手围攻之时 石鱼道流光破空而来 果然 出现在张凡视线范围之内的 果然如他所想的 是鸣鼓天人不错 不过他们与下方的这些区别 也是很明显的 一个个欲空飞行且不说的 单单那一身暗沉黑水晶一般的战甲 以及云气吞吐 威势惊人的云剑 就知道双方完全不是一个水平上的 十余个新来的鸣鼓天人当中 最弱的也有圆鸣以上的修为 最强的三个人 一身晦涩的气息 便是张凡也叹不见底 圆鸣后期 天风 张凡神色顿时以领 那三个当先飞来 威势沉宁如山月的鸣鼓天人 赫然是在修为境界上 跟他站在同一个水平面上的顶级强者 此前鸣鹤出生 正是三个圆鸣后期强者中 持着云中长枪的那个 其余两人 一持云剑 长达数十丈 剑气过处 俨然天地开裂 一手持巨盾 破空之声 层层声浪 被巨盾排开 恍若河岸大堤 顶着激流大踏步前进 贪单这三人 就能尽图战役狂兽了 张凡收回了目光 饶有兴致地 在眼前的战场上一扫 他并不为那些狂兽的局面担心 毕竟双方能够相持这么多年 自然各自有底牌在 名古天人一方底牌一出 就看剩下这方了 张凡可不相信 这双方是在今天 才第一次爆发出这般的冲突 世上岂有如此巧合的事情啊 恰在他抱着看好戏的心思 同时 那三个名古天人强者 带着十余个猿鹰进前之时 战役狂兽那方 突然发生了异变 本来前夫后继 不知道退为何物的战役狂兽们 好像齐齐收到什么命令 先是猛的一宁 玄机如潮水般退下了 理所当然的 名古天人们 闲尾追杀 使于个新来的名古天人 也是居高临下的攻击 眼看着 不消实习的功夫 本来足可压制 名古天人打的战役狂兽们 就要被扫荡一空之时 一个诡异的情况 忽然出现在空中 嗯 张凡莫然抬头 强忍住一种被猛兽盯视着 下意识想要躲避或是反击的感觉 望过去 名古天人们 张凡莫仍能感觉到强烈的战役 充斥着天地 更胜过此前无数狂兽之总和 终于来了 张凡微微一笑 知道狂兽一方的真正暗手出现了 一时之间 他倒是有些期待 这个带着无尽威势登场的强者 跟那三个名古天人的强者 较量的场面了 其余露露 在张凡的眼中 都是压根等于不存在一般 与她的性质勃勃不同 那三个名古天人强者 默然止步 显然是带着强烈的警惕之意 战皇 还是那个先前鲍鹤出生的 云枪鸣鼓天人 但见他横枪一扫 冷冷地出声 云枪撕裂空气 沙哑的嗓音化作滚滚的声浪 冲上了血色浓云滔天战役 郑重警惕与妖战的心思 显露无遗 一旁 云剑和云顿两个天人强者 也是做出了动手的准备 显而易见 云枪天人 压根就没有公平一战的念头 生死之间 仇敌对面 哪里有公平一战的道理啊 从那声战皇的呼吓 就不难知道 双方已经是老冤家了 战皇之名 倒也名副其实啊 不过顷刻之间 铺天盖地的战役 终于浓重到了极致 置身其间 呼吸都会变得灼热 渴望一战的冲动 也压过了所有 今日注定张凡是看不成好戏了 眼看着笼罩了整个天地的战役 就要化作惊天一击之时 一个诡异的情况 忽然出现在所有人的面前 哄 一只剧长从天而降 血色的大手 犹如捞鱼摸虾一般 在战役狂兽中一捞 玄机重新缩回了空中 啊 这一幕不仅仅出乎了张凡的意料 即便是那三个剑拔弩张 准备一战的鸣鼓天人强者 也是愣在了当场 他们眼睁睁地看着 剧长缩回 看着就被一口吞下的战役狂兽 被剧长一锅毁了个干净 一时之间 都有点反应不过来了 这 张凡有些无语啊 只能说那铺天盖地 引得人热血沸腾的战役 欺骗性实在是太强了 剧长缩回 红云皱缩 化作一只红通通的大眼睛 在空中凝制了一刹那 眨动了几下 旋即消失不见 来也匆匆 去也匆匆 从现身到消失 加起来一共不到三细的功夫 这短短的三细时间 却恍若过了一世一半 逮得所有人回过神来 满天遍野 只剩下鸣鼓天人 还有张凡 此时 张凡由此沉浸在那血红色的巨眼 在消失时 仿佛凝聚在自己的身上 若有所指的目光 心中忽然一领 抬头望去 正好对上无数道凝视过来的目光 好像有点不妙啊 张凡摇头苦笑 目光所及正是那云枪 云剑 云盾 这三大鸣鼓天人强者 他们的目光绝对说不上友善啊 那些不能飞天 刚刚与战役狂兽 血战了一场的 普通鸣鼓天人们也就罢了 他们的实力微不足道 也没有足够的灵智 上空处 这十一名原英真人级别的鸣鼓天人 那就是完全另外一种情况了 他们的眼中 分明有着仇恨 不共戴天的仇恨 道德此时 张凡才有点明白 刚才那个血色巨眼消失前 望过来的古怪一眼 到底是什么意思了 现在想来 那分明是幸灾乐祸 是坐山观火斗 是看热闹 倒也不是一味的战役滔天 豪勇刚猛 那个战皇 不简单啊 他暗叹了一声 颇有点被别人利用了一把的懊恼 刚择一折 刚强豪勇并不可怕 还懂得趋利避害和动脑子 这才是真正可怕的对手 张凡在心中 对那个血色巨眼的主人警惕提高了一个等级之后 暂且便把此事放下了 毕竟另外有敌人在眼前 目光一转 顿时就凝在了那些名古天人的身上 他们各种强者 所泄露出的恨意 张凡其实早在其现身之时 就有所感应了 不过那个时候 以为是自己的错觉 毕竟当时名古天人们 还是把绝大的注意力 放在战皇的身上 现在看来 这可不是什么错觉 这是刻骨铭心 他们怎么这么恨我 不就是看了场热闹 张凡由子不解 刚想到一半 豁然反应过来 一拍额头 我明白了 天人 张凡现在是货真价实的天人 即便是再天真的人 也不会以为 这些名古天人 会对他曾经的同族 会有什么好意 有的只会是刻骨的仇恨 被空间同化 那代表的是什么呢 那是无止尽的痛苦 消磨一切存在的痕迹 更胜过烟消云散 神魂俱灭的恐怖和痛苦啊 其他人等也就罢了 经历过这一切 重新踏上原因境界 找回自身灵智的十一名强者 那种仇恨 简直是深入骨髓啊 真是无妄之灾啊 张凡叹息了一声也就罢了 至于现在逼出单宝血饮化形 重返人类的身躯 解除误会等等的举动 他却是不会做的 因为那根本就是毫无意义 再说 佛有何惧啊 张凡深吸了一口气 仰天长笑 笑声震动九天 汗动九地 天上血色巨烟消散之后 刚刚恢复了些许平静的漫天云气 再次破碎成了鱼鳞 大地震动仿佛百万只巨像 奔腾践踏 整个天地都恍若在战力 来吧 进入云中介之后 一直没有自意宣泄过的心气 骤然爆发了出来 直遇大战一场 此行关于化神 张凡难免谨小慎微 这种感觉 自他神通大成修为大进之后 已经含有体验过了 这下 这些鸣鼓天人 算是撞到刀刃上了 感受到张凡的气势变化 当先的枪 剑 盾 三位鸣鼓天人高手猛的一致 被仇恨充斥的眼中 难得地清明了一下 张凡的目光 须于不离开他们的身上 眼中的肃杀之意 如同清泉一般 顿时让他们清醒了过来 明白 这眼前的天人 不好惹呀 不逊色战狂的存在 三个鸣鼓天人强者心中 齐齐闪过这么一个念头 掠空的身影 愈发地迟疑了起来 他们这一停顿 可把其余的原因 鸣鼓天人凸显了出来 一个个的 从他们三个人的身边冲过 向着张凡杀来 待得三个鸣鼓天人强者 觉察出不对劲的时候 却是已经迟了 张凡一样是 看也不看其余人一眼 却不代表他不动作 头也不回忆下 漠然一袖子转出 刹时间 整个天地漠然暗下 比起此前血色浓郁 书减时 更要恐怖百倍的威势 恍若天地 都被这一袖子装了下去 张凡的实力 未必就强过那个战皇 但是秀里乾坤 却非铺天盖地的战役 所能媲美的 名古天人三大强者 只觉得眼前一花 带得一切恢复正常 一种古怪的感觉 笼罩心头 怎么空空荡荡的 环顾左右 十余名猿鹰级别的 名古天人 渺然无踪 凄厉的叫声 漠然从三个人口中 爆发出来 这是宣泄心中的惊慌 这是恐怖的音爆 也是总攻的命令 刹时间 本来愣在地面上的 无数名古天人 蜂拥而来 虽然不能飞天 然而攻击可致 若是掉落下去 就如同猛虎 落入无声的蚁群当中 下场可以想见 与此同时 张凡的周遭所在 层层音波 荡漾出水波一般的纹路 恰如蛛丝缠绕 紧紧地束缚在 他的双翼上 好像要把他 一把拉落下地 若是没有破解之法 若是张凡 真是一个真正的天人 或许这一下 就足可为三大名古天人 占据绝对的优势了 毕竟曾经是天人 三大名古天人施展的手段 隐隐克制了天人的神通 第一击就冲着天人的力量源泉 翅膀而去 奈何张凡有破解之术 奈何他也不是真正的天人 羽翼被封锁 他依然能够宁力 虚空中不动分毫 音波缠绕时 一座铜钟 漠然浮现 三生东黄钟 定地水烽火 整个天地所在的时间 好像被一下子定格了一般 刹那凝滞 随后又仿佛 把耽恶的时间彻底补足 时间的流速 骤然间变得奇快无比 在这三个名古天人看来 疏忽之间 那缠绕而上 震弹不止的音波 被百倍强大的 终生波纹所冲散 随后一只 遮天蔽日的袖子 笼罩了整个天地 还是秀里乾坤 张凡并不着急 对这三个名古天人动手 毕竟纯论修为 对方是与其比肩 乃至超过的强者 固然因为名古天人 这个躯体 而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但是终究是不好期的 不先减除其羽翼 张凡还真是没有必胜的把握 这一袖子过去 三个名古天人彻底愣住了 此时发生的一切 自从他们苏醒之后 在这个痛苦的世界当中 从来不曾发生过 漫天遍野 无边无际的名古天人 自从云中景不测渊成为天人买骨之地之后 无数年积攒的尸骨 怕是九成九的都被张凡这一袖子给一锅毁了 惊恶之后就是震怒了 这些名古天人虽然无知无实 还不是他们的伙伴 然而在他们看来 就如同自己的孩子一般 在自己的面前 把自己的孩子全部逮走了 不要说三个原因后期 就是凡间的农夫也要暴怒拼命了 死 云枪鸣鼓天人 凄厉地喊叫了一声 一枪划破虚空 好像时空的限制完全不存在一般 瞬间刺到了张凡的胸前 同时递过来的 还有一柄默然化作数百丈长短 恍若长红一般临身的云剑 一枪一剑 借着天地的威势 容空间之强力 惊醒处虚空裂纹 仿佛空间都在沿路崩溃 如许微能 已经是原因最巅峰了 其他的不论 单单这一击 这鸣鼓天人三人 就与化神道君较量一二的稳钱 不过这对于张凡来说 又算得了什么呢 化神道君 也不是不曾陨落起手上过呀 碰 云枪倒飞而回 云剑剑气催舍 疏忽之间 气势汹汹而来的攻击 烟消云散 导致这一切的 不过是随意挥洒的一袖子 大地乾坤袖 整个天地之间最顶级的防御质宝 便是化神道君全力出手 也难以奈何得了他 恍若两个鸣鼓天人 尚未真挚元神大成的境界呢 土黄色的光辉一闪而过 衣袖翻转 一条云龙咆哮着在云中探找 浸至云龙 这条浸至云龙 乃是张凡浸至之道的最大成就 微能之大 本就不逊色于他的任何一件法宝 在这个云气充足的所在 微能更是呈几何倍数提升 哼 八方云洞漫天汇聚 借天地云力 无数禁止催动 犹如一条天地的长边 豁然横扫过去 这一击 法宝就被荡起 又受到大地乾坤袖反阵之力的云枪和云剑两人 注定是无法抵挡的了 若是两个人单独和张凡对阵 乃至是以二敌一 仅此一击 就足以让他们陨落当场 可惜 还有第三个人存在 吐气开声 吞吐云滑 一面巨盾上 云气变幻无数觅食的花纹 仿佛一道高山拔地而起 拦在浸至云龙的面前 砰 浸至云龙长边 甩在云盾之上 煞时间一声巨响 驱逐了方圆数十里之内的所有声音 成了天地的唯一 站在张凡的角度 清楚地见得 云盾在云中神龙尽至微能之下 无数次的军裂 无数次的凝合 已以击被击飞了数里之遥 云盾游自能够勉强保持完整 云盾不遂 在其保护之下的三个人 自然也没有太大的伤害 虽然狼狈了一些 但是鸣鼓天人中的云盾 的确是防住了张凡 轻力的一击 好 张凡赞了一声 云中神龙倒卷 盘击于他的手臂之上 与此同时 珠般法宝飞舞 环绕周身 显然是要全力出手 把三个人一起击杀于此了 恰在三大鸣鼓天人高手 骇然望向张凡之时 他的动作猛地停顿了一下 露出了侧耳倾听的样子 嗯 张凡略一皱眉 迟疑了一下 似有什么难以决断之事 随即怀中的某物 微微颤动了一下 似是极为激动一般 罢了 赞继儿等人头 张某他日再来娶 话一落下 惊鸿破空 远处留下了满脸茫然之色的 三大鸣鼓天人高手 孤零零地站在空中 张凡却是早已不见了影踪